李白是谁? 当时,开元23年,李白稀有偶遇狩猎的唐玄宗并献上大猎妇。随后,竟由玉真公主和贺之章的推荐,得到唐玄宗的赏识,封他为汉林供奉。 安史之乱后,因勇王东循入狱的李白被荣若私营救,而成为他的幕僚。 后来,李白又因勇王案被判流放夜郎,在朝廷大设下来到江夏、金陵等地。 上元三年,因病返回精灵的李白,投靠足书李扬兵,不久便病逝。 李白所创的《一千零一十首诗歌》中,很多都是在醉酒下写出,被世人称为诗仙。